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大家对小姐姐的影片给予了庞大的支持跟爱护 你们的观赏就是小姐姐最大的动力 那开始之前还是请大家帮小姐姐看一下关注跟小铃铛按了没有 才不会错过小姐姐为大家做的紫薇斗树命理分析 还有大家也可以在IG上找到小姐姐的紫薇talk 在那边除了紫薇斗树小知识之外 还会有小姐姐每周为大家做的更新奇门遁甲的出行方位 这是可以帮大家找出每日的好运方位 那对于想要求财运考试运或者是想要求事业顺利跟桃花的朋友会有很大的帮助哦 那依许你们的目标去选择特定的方向行走 你们就能纳好气接好运 大家不要错过 接下来是迁移工 那紫薇天府啊会使得你的身性比较活泼好动 除了工作的需要自己也很喜欢往外跑 无论出差或者是旅游 你外出的频率其实是属于比较高的 那本身在外面朋友蛮多 那也常常有贵人来帮你 尤其是在人际关系的层面上 很多的机会能结交到位高权重的朋友 当然你自己也会觉得人脉跟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 那有了好的关系对于你的工作事业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在外面啊有很好的身段跟人缘 那重视社交的你不会轻易的去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因为外表给人沉稳跟端庄的样子 异性缘也是相当不错的 适合外出打拼跟发展 那也都能获得不错的成就 本身的个性会比较急一些 但是你在外的形象会是比较斯文的 虽说内在的个性是不喜欢被事物牵绊 但是为了工作或者是赚钱 即使被牵绊住也会心甘情愿的受到牵制 接下来是父母工 那父母工有子为天府的朋友 因为父母的双亲性格都会属于比较强势的关系 所以他们会用比较高的标准来要求你 在你的童年时期会因为他们对你的期待比较高的关系 那你会觉得父母总是给予你很多的压力 当然这么强势的心术进入到了父母的位置 那也是显示出父母之间的相处对待 也大多都会属于比较激烈跟火爆的 谁也不让谁的状况时常在你的童年生活中上演 那一般来说我们都希望在父母或者是六亲的公位里面 能进入柔和的心术 但在这个格局里面若是没有柔和的心术来做调和的话 会使得他们的增值也会变得比较频繁 而你因为他们的强势的关系 常常会让你表现出口服心不服的问题 你在产长之后大多都会去忙于自己的事业或家庭 而比较少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接下来是我们要来看的是福德宫 这个位置坐落了紫微星跟天府星 在生活上会比较重视物质的享受 那也比较会讲求面子的问题 因为事业心跟赚钱的动力很强 时不时的都会想着该如何去冲刺自己的事业 跟如何去经营扩大自己的事业版图 那在外面的人际关系很广 交际的手腕也相当的灵活 做起事情胆量跟冲劲很十足 更是有追求完美的个性 有一个问题就是时常会因为过于自信 所以不太容易去听取别人的谏言 那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记得在你越是有成就的时候 个性跟脾气也会变得更大 而且不好相处 另外这样的个性也会随着年纪的增长 而变得越发的固执 那主观意识也会更强烈 所以若是能时时刻刻保持一颗平静 跟轻松的心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的是田宅工 这两颗心进入到了田宅工 比较多的状况会是小的时候 可能会常常有搬家的状况 你小的时候生长的环境应该是不错的 那也会有继承主业的好格局 你自己也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 有事业心的人 所以本身就能有不错的赚钱能力 然后相同的也是因为田宅工相对是很强旺的 所以你对于投资房地产也会是有兴趣跟研究的 若是行运走得好 定能够在房地产上得到不错的收入 这样的格局一般来说 这一生至少会有两栋以上的房子 到了晚年的生活也是相当富足的 那大平树的住家拥有充足的光线 视野宽广都是你喜欢的房子的格局 住家的环境大多都是比较属于清优的高级社区 附近会有一些金融中心或者是公家机关 那当这两颗心进入到了田宅工 是一个很不错的位置 只要时运一到房地产就会是你的财运的启动 所以要好好的把握 再来我们来讲关禄工 这样的组合进入到了你的关禄工 一般来说年轻的时候 常常会有怀才不遇或遇人不熟的问题 工作上的变动也会比较大一些 所经历的人事物在这个期间也会很多 今年累月所累积出来的人脉跟经验都会是日后发展的助力 对于工作或者事业的选择 首要当然还是会以所赚到钱的多寡来做衡量跟判断的依据 等到中年之后个性就会趋于成熟跟稳重 也会因为少年时期经历了一番的历练 更能够让你掌握到为人处事的道理 那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跟人际关系 在你的工作上你能够大显身手 这样的格局一般来说都会是属于比较晚发的格局 那在选择工作上会建议走财经业 或者是公家机关还有大型名移的机构 或者是像公关电机还有机械等专业技术 那本身也具备了当主管跟负责人的格局 再来呢是溥义工 那你本身啊就是一个很有气质很有品味的人 那跟朋友之间的往来很容易交到一些不错的朋友 并且他们都很懂得经营自己的人脉跟人际关系 一般来说朋友对你的评价都蛮高的 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温和而且很周到的人 若是闲暇之余你也会喜欢跟大家一起同乐 享受生活享受美食 生活上是追求能过着无拘无束又轻松的人生 但小姐姐还是要提醒一下 因为溥义工这个位置的心术过旺 所以朋友或者是同事跟部署 常常会出现比你强势的一面 若是在一起工作就要注意 他们其实很容易凌驾于你之上 就算你的职位比他们高 但是这样的情形还是很容易发生的 另外因为你的口才也是不错的 还是要提防口舌而引发的是非 给你带来一些无谓的困扰就不好了 以上就是小姐姐今天为大家做的 紫围心跟天府心在同一个公位的解说 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而你或是身边是否也有这样格局的人呢 经过了这次的介绍 你应该对这样的性格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如果还是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小姐姐 我们再来一起讨论 今天就谢谢大家的观赏 我们下次再见